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原理 我们就懂得应该怎么修行 在哪里修 在日常生活当中修 穿衣吃饭是修行 工作是修行 待人接活 没有一样不是修行 修什么呢 像是假的 心是真的 心没有现象不可得 像是假象 刹那生命也不可得 于性于像 都不可以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那个心手往心 不放在心上 融入真心 融入自心 到你已经清清楚楚融入自心了 那就将民心解析 这是真的 这个里头没有生命了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像佛菩萨一样 将我们 无量无边的信得 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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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方老师所说的 人生 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你能够叫一切众生 欢喜 欢喜 信任 听你的教会 你帮助他们 破灭开悟 利苦的路 行 神菩萨道 像这几天 在我们这个小地方 我们不感受到这 山东来的刘三级 那信菩萨道 他就把信得了 用在生活上 用在工作 用在初世代人家 这叫真修行 一行念福 求生净土 他必定 哇塞 那怎么知道 走路正确吗 清凉故事 还原观上讲的似得 你想想看 他是不是居住 随云云妙幽 自在 快乐 做出榜样的 给别人看 要这样生活 才快乐 要这样生活 才自在 才幸福 没有牵挂 没有忧虑 念念念 唯有苦难 众生 真诚心爱护 不是假的 感动一切众生 结束大众 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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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真心 没有丝毫虚 没有丝毫虚 入乎 言语入乎 待众生 苦 自己不怕辛劳 没有感觉到疲倦 没有感觉到辛苦 做得那么自在 你们天天在经上看菩萨 那是个真菩萨 菩萨就是那个样子 你们没看出来 佛菩萨常常在世界 你要留意观察 就会发现